您听过冷冻疗法吗 最近在美国吹起新的美容风潮 它号称呢 只要把人关进这种装满低瘟液太淡的仪器当中 只要三分钟就可以消耗八百卡洛里 而且皮肤会变得更紧实 那么据了解现在很多的好莱坞明星 像是林塞罗海像是C罗呢 都为这种冷冻疗法非常着迷 也吸引大批爱美女性上门体验 但是这个代价可不便宜 站在小小的冷冻舱 让低瘟液太淡不断窜出 这不是满清十大酷刑 而是一种新型美容法 冷冻疗法 冷冻疗法号称能放松肌肉 改善心情 促进新传代谢 还能减少脂肪囤积 缩小毛孔 紧致肌肤 也难怪爱美人士咬紧牙根 也愿意忍受摄氏零下163度低瘟 进行冷冻疗法 正因为如此 包括西罗和梅威勒等职业运动员 都借由冷冻疗法 舒缓肌肉 好莱坞名流 也会用它留住青春 不过青春的代价可不便宜 全身冷疗 一次要加台币2800元 脸部冷疗也要1400元 美容中心负责人表示 整个疗程只要短短三分钟 就能消耗800卡路里 还能让人身心舒畅 不过为了防止使用者冻伤 进行疗程时 得用毛巾包裹身体 并穿上袜子 脱鞋手套 冷冻疗法虽然在美国 吃起一股风潮 不过根据了解 这种疗法还没有经过 美国卫生机构认可 也没有任何研究证明 能根治任何疾病 因此想尝试的民众 一定要小心顺选 记得学生报道